这是一件吊带裙 这是裙子的这个前钟 一片 这是前侧两片 我们要把这个前侧 拼在这个前钟上面 一边拼一块 这样拼接起来 我们拼的时候把这个刀口对好 然后面对面 拼一公分宽之口 这是我们这个前钟面 这是我们这个前侧面 面对面我们把它这样 两侧把它拼接起来 拼一公分宽之中 好 这是我们这个前钟 跟这个前侧拼好了 拼好了我们就把它拿去 把边整趟好 这是我们这个后钟 跟我们这个后侧 我们的后钟有两片 这个后侧也有两片 我们先要把我们的后钟 这个中缝把它拼接起来 就是这个后钟 直纹在这边 把它拼接起来 先这样面对面 拼一公分宽之口 好 这是我们这后钟两片拼好了 我们把它这个后侧 拼在这个后钟上面 这是后侧这里有刀口 我们这个刀口最好 就是这样拼 一片一边拼一片这样 面对面 把它刀口对好 我们拼的时候 把它这样车一公分的地方 把它对起就可以了 这里就不管它 把它要车的一公分的地方 把它对起 好 这是我们这个后钟 跟这后侧把它拼接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打边 整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层子的前下 就是前面的下级 前面的下级 我们这一边有一个这个 两个这个折位 我们要先把它打好 我们按这个 箭头打好 我们先把它里面这个 先把它里面这个折位把它打好 这里一二三四五个刀口 我们先把这中间这三个刀口这样 把它拔好折位 然后从这边往这边这样折过来 就可以了 按我们这个箭头就可以了 好 我们打这个折位的时候 我们是在这衣服的正面折 我们先把这中间这个小折把它打好 把它折好 先把里面这个折位把它折好 折的时候我们刀口对好刀口 把这边折起 折到零零八块之后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个折位 打好了 我们现在把这一边这样 折过来 导口对好刀口 把它直顺 好 这是我们这个折位打好了 我们现在把这一边这个折位把它打好 我们把这个刀口把它看好 先把中间的三个刀 这样 刀口对好刀口 我们再从这里这样折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前面这个折位 打好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整趟平整 把这个折位 这是我们这个后下 我们的后下有两片 我们这个上面也有这个折位 对 我们按我们的键头 把这个折位把它打好 也是刀口先把它对好这个刀口 这样打过来 按这个键头 我来点一个 转贴 鞭筍 这个我们的后片这个折位把它打好就是这样 两片的打法是一样 我们打好了现在把我们这个后中对折把它拼接起来 后中就直到这一边 我们拼着后中的时候也是这样面对面 面对面拼一公分宽之后 这直的这一边是后中 我们把它拼接起来 把它两片对好拼一公分宽之后 把这就是我们的后中把它拼接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把这个后中把它打上边 整趟好 把我们这个折位把它整趟平整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的上节前片 从后面把它打边打好整趟好了 就这样 打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这个两把这个侧缝把它拼接起来 我们在拼的时候我们要留拉链位 我们拉链装在左边 我们这样穿起来 留在左边 就是把这边丢起来 我们把这一边把它拼接起来 我们拼的时候 面对面拼一公分宽之后 起落手打倒针 好 这就是我们上节这个 这边把它拼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打边整趟 我们这个左边留拉链位 就不用拼 这是我们这个唇子的下节 把它打边打好了 在后中打边打好了 把这个折位把它整趟平整了 我们把它 这个侧缝也把它拼接起来 把两侧 我们拼的时候面对面 面对面拼一公分宽之后 我们拼这两侧的时候 我们也要留这个拉链位 留到左边 我们把这一边 这下面这是后片 后片这里有后中缝 这是后片的面 这是前面的面 面对面 我们把两侧把它拼接起来 这边是右边 我们把它拼接起来 我们把拉链位留到左边 好 我们去到这边 这个拉链位这里 我们把它打上倒针 这里留拉链位 就是这样 这下面把它拼接起来 这上面装拉链 好 我们这个两侧 把它拼接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打边 我们打边的时候 只要把这个右边 这左边不用打 等一下把这双下腰也拼好了 一起打 给它上一点 我们打边的时候 看着前片打 然后后片这样烫 好 这是我们这个 里布的后中 这是我们的里布的后中 还有两片 我们先要把它这样 后中把它拼接起来 后中缝 我们拼的时候面对面 拼一公分宽直口 起落的时候打到针 打到针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里布的后中 把它拼接好了 这是我们这个前中 里布的前中 前中我们这个 上面这有两个植位 我们折的时候 按我们这个箭头这样折 我们的下面这里也有两个植位 我们也按它这个箭头把它折好 我们打这个植位的时候 在正面打 我们看着这个箭头 从这个中间往两侧折 这样刀口对好刀口 把它这样折好 折好我们吃 然后把这个 0.8块的植口就可以了 这样把它 定一下位 定到0.8块的植口就可以了 我们这一边也是 按这个刀口 把它这样折好 我们上面折好了 我们把这个下面也把它折好 也要按这个箭头这样折 也是从中间往两侧这样折 好这就是我们的前中 这个折位把它折好了 我们后中这个后中缝把它拼接好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这个侧缝 把它拼接起来 这是我们后面的面 这是我们前面的面 面对面 把这个抹甲缝把它折起来 我们面部 抹甲缝留到左边 我们这个里部 就把它留到右边 要相反 我们把这一边 把这个右边把它留起来 然后把这个左边把它拼接起来 我们这个里部跟面部 这个留拉铃位一定是要相反 不要弄错 好这是我们这个里部 这个拿点缝把它拼好了 把这一边把它留起来 留拉铃位 好我们拼好了 把它拿去打边整烫 把我们这后中也把它整 打边整它好 把这些折位 把它整烫平整 这是我们这个里部的前下 这是里部的前下片 也有这个折位 我们要按这个刀头 跟这个箭头 把它这个折位拔好 我们折的时候 也是从这个前中 往这两侧这样折 刀头最好刀头 折到0.8块钱 好这就是我们前下这个里部的折位 打好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后下的后下的里部 有两片 我们先把它这个折位把它折好 我们折的时候也是按刀口 跟这个箭头这样把它打起来 折的时候刀口对好刀口 折到0.8块钱的折口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后中的折位把它折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后中 拼接起来 我们的后中两片 我们这样面对面 面对面 把它的后中拼接起来 拼一公分宽 这是前面的面 面对面 把这个两侧拼接起来 我们平上里部的时候 我们这个下边也要折 要留这个拉链位 我们把这个拉链位留到右边 面部留到左边 我们这个里部就留到右边 这上面是前面 我们要把它这一边把它留起来 留拉链位 我们把这上面比好 从这个下面这个刀口这里 把它拼接起来 这上面装拉链 我们把下面把它拼接起来 拼一公分宽 直锁 好 这是我们里部的下节 把它拼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打边 整趟 我们打边的时候 这一边 暂时不用打 等一下跟上节一起打 把这个边 跟我们的后中 把它打上边 整趟好 把这些折位 把它整趟平整 这是我们这个肩带 我们这个肩带有两条 我们先要把它这样 面对面把它撤起来 这样面对面 这样对直过来 撤一公分宽之后 这样 面对面 撤一公分宽之后 撤的时候 把两片摆平 好 这是我们这个肩带 把它撤好了 撤好了 我们现在用这个勾针 没有勾针 可以用别的工具 把它翻到正面来 把它翻到正面来 整趟平整 我们就这样 我们就这样 把它翻到正面来 这就是我们这个肩带 把它翻到正面来 就这样 翻到正面来 我们就把它拿去 这样整趟平整 把它整趟好 这是我们这个裙子的上下节的把它打边打好 整趟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上下的这个腰节把它拼接起来 这是我们下节的 我们翻到反面 把这样打开 这里就是正面 这是我们这个上节 把它打边打好 整趟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面对面 把这个腰节把它拼接起来 我们从这里拼 拼一公分宽直口 两片最好 我们拼的时候 把我们这个直位把它这样摆平顺 拼一公分宽直转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面部这个腰结上下把它拼到一起了 就是这样 拼好了我们这个 我们拼的时候这个缝位都要把它对好 这个两侧的这个缝位都把它对齐 好这是我们这个腰结拼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打边整趟 我们打边的时候这样打 往上面倒 看着下面打往上面趟 把它拿去打好边整趟好 把我们这个拉链位也把它这样打好 我们先打一边然后再打一边 这上面打开缝下面打合缝 我们这个腰结拉链位打好了 我们把我们这个下脚也一起把它打上边 我们这个下脚把它打上一串边 然后按我们这个烫印这样把它烫好 烫好了我们这个脚边把它敲脚 用手针把它敲脚 把它打上边这样按我们这个宽度把它烫上来 这是我们里面的这个上节把它打边打好整趟好了 整趟好了就是这样 整趟好了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 里面上面这边还有这个前贴跟这个后贴 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前贴跟我们这个后贴 把它再反面烫上这个薄 也是叫秤 烫好薄 然后用我们这个实样把它画出我们这个实样线 把它画出来 这就是我把它烫好画好就是这样 画好烫好我们现在要把它这样拼接起来 把我们这个贴是拼接我们这个里部的上面 我们也要留这个拉链位 我们留着跟我们里部要留到一边 面部留到左边 我们这个贴跟这个里部就留到右边 好我们现在把它这样拼接起来 我们拼接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这个里部这样放前贴 这样放我们 这个就是这样放 这样把它拼接起来 这样拼 到这一边把它拼接起来 拼的时候这样子拼 面对面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贴 这是一个前片 这是我们的后片 我们这样把它拼接起来 我们拼的时候按我们这个实样线拼就可以了 这样拼 按我们的实样线 实样线最好实样线 拼过来 拼好了我们把这个直口把它修掉 只要留到0.6 这就是我们这个贴把它接好 就这样 我们这个贴接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贴 拆到我们这个里部的这个上截上面来 就是 这是面 上截的面 我们拼的时候也是从这样面对面 我们拼好就是这样 拼好了就是这样 拼好了就是这样 我们这样面对面把它这样拼到这个上截上面来 我们拼的时候 我们拼的时候拼一公分宽 我们这个铁上面就按我们这个实样线扯过来就可以两片白拼 拼好 拼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前天后天拼到我们这个上面来的 拼到我们这个上截上面来的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贴 我们这个贴吃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上下腰截把它拼接起来 这是我们这个里部 下截也把它打边打好整摊好了 我们现在这样面对面 把我们这个上下腰截拼到一起 这样面对面 拼一公分宽之后 把两片白拼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里部上下这个腰截把它拼接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打边 整摊 我们打边的时候把我们上面这个 这铁这里把它打上边整摊好 打边打好了就把我们这个拉链位也把它打好边 我们先打一边 然后再打一边 上面打开缝下面打合缝这样打过来 好打好边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下角也把它一起烫好 我们这个里部转边0.6 我们先把它这样烫一串 从正面往反面这样烫一串上来 烫0.6上来 然后我们车的时候就比较好吃 我们把它拿去打边整摊 这是我们这个里部把它腰截这个打边打好整摊好了 我们这个贴也把它打边打好整摊好了 我们拉链位打边就是这样打 先打一边再走 打一边这样打 这是我们这个里部打边打好烫好了 我们下角也把它这样烫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下角撤进去 我们这个里部下角转边0.6 我们先这样烫一串 就是我把它烫好了 烫好了我们定好这个宽度 从这个骨位这里开始撤 我们撤这个下角的时候 我们把下面把它带紧 上面放骨 撤出来的下角不要行骨 平顺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里部的下角把它撤好就是这样 平顺不要起扭 好这是我们这个里部的下角撤好了 我们可以把它拿去整摊平整 这是我们这个面部也把它打边打好整摊好了 整摊好了 整摊好了我们这个下角也把它打边打好整摊好了 整摊好了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下角这样 先把它这个有风味的地方这样 把它定一下位把它固定一下 把我们这个衣服上面这个骨位的地方都把它定一下位 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下角这个定位把它全部定好 定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手工程把它这个边把它挑起来 这是我们从这里开始挑 把这下角的边把它挑起来 我们挑的时候就是 这上面这样挑一针 挑到我们的把边线这边 然后在我们这个衣服上面挑一针 我们在这衣服上面挑的只要挑到两三根刹 不要挑过面 挑过面就不美观 我们就这样一直挑 挑一穿 把它从这里挑一穿过来就可以了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下摆把它挑一边挑好了 挑好了我们就把它这样 挑到这里呢把它打上截 然后截我们把它这个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下角挑边挑好就这样 一穿都把它挑过来 正面不要挑过面 正面是看不到线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面部的下角把它挑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 衣服的这个拉链把它装起来 我们在装拉链之前 我们要换上这个装拉链压角 也叫单面压角 把这个拉链压角装好 我们就把这个针插下来 然后把这里的螺丝把它拧松 拧松我们这个压角就可以左右摆动 我们把它调好 调到这个针 按着这个压角边边这样平起就可以了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压角换好了 这是我们这个拉链 我们这个拉链长是33厘米 我这边的拉链比较长 我们在装拉链之前 我们要把这个拉链这样 把它这样平烫过来 这样把它这样把这个牙齿 牙齿是这样子 把这边我们现在这样把它烫平 烫平 烫平我们车的时候就比较好车 这是我把它判好就是这样 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这个拉链装起来 我们装拉链的时候 从这上面 拉链的胶牙齿上面 留一公分的地方开始车 就是这里留上一公分 我们这里是拉链的胶牙齿上面 留一公分开始车 我们装拉链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布把它带紧 不要让那个布有皱位 这边就跟我们这个打边线 把它平齐就可以了 我们装这个拉链装 装到下面来 我们这个这里是斜纹 我们就不用搭那么紧 放平车就可以了 下面这是斜纹 我们把两片这样放平 车过来 车到我们的拉链尾这里 这样摆平这个拉链的边边 对起我们这个缝 把它这样对好 车下来我们这个拼缝这里 线拼车下来0.5就可以了 好这就是我们这一点的拉链把它装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这个拉链把它装好了 拉起来 拉起来我们把这个布跟这个拉链这样摆直顺 这样摆好 摆好我们用这个配色笔 把它在这个腰结位把它做上记号 等一下我们那一边也装到这里 我们装上这个腰结位就没有高低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拉链尾这里把它做上记号 把它这样 把布跟拉链也是这样摆平 在我们这个拼 这个拼拿家缝子 留拉链位这里的线这里 平过来 把它做上记号 等一下我们那一边也装到这里 就不会有 就不会错拍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拉链把它做好了 记号做好了 我们把它拉下来 把另外一边的拉链把它装上 我们装这边的拉链的时候也是把拉链跟布都把它摆平 摆平 这样一定要把这个布跟这个拉链摆平 摆平我们这个做好的记号也刚刚是在这里 好 我们从这个 从我们做这个记号的下来 0.5 开始撤 我们吃到这个腰结处 一定要把我们点的位跟那个腰结位把它摆好 摆好两边测出来就没有高底 我们吃到这一边 这上面这肘的地方要把它布把它带紧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拉链把它装好 就是这样 我们把它这个拉链把它拉起来 我们把这个拉链把它拉起来 我们把它翻到正面来检查我们这个拉链有没有装好 我们这个拉链装好这个腰结 两边要是一样高底 然后这个布不要有皱位平幅 这个拉链装好也是像一条缝 我们拉链尾这里也要平幅 两边都是一样松紧 不要有一边松一边紧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拉链装好 我们拉链装好了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装拉链这个鸭角把它卸下来 换上我们需要用的这个鸭角 鸭角换好我们还是把我们这个针挑在下面 把我们这个鸭角位把它调好 把这个多次拧松 然后把我们这个鸭角把它调正 然后每个鸭角的位都在一个地方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鸭角换好了 我们这个拉链比较长 我们把它这样定一下位 在这下来一个鸭角的地方把它定一下位 好 定好了我们把它我们多了这个拉链 太长了我们把它剪掉 如果是刚刚好的拉链就比较好 我们这边这个拉链比较长 剪掉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拉链头把它包起来 我们可以用里布包 也可以用我们这个拉链这个 剪下来做成这个拉链边边把它包起来 我们就按着我们这个拉链这个胶 我们把它剪下来 剪这么一剪就可以了 剪下来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拉链尾把它包起来 我们剪的时候把它剪直顺 剪好了我们就这样包 把这边这样包到这上面 好的就是我们这边吃好了 我们现在把这边也把它包过来 折上去把这个拉链尾包起来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拉链尾包好就是这样 包好了我们把这两边把它剪掉 把它剪平 把我们这个拉链剪好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拉链尾 钉到我们这个衣服上面 我们这样把这个拉链的中 最好我们这个缝中间把这两边钉一下位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拉链把它装好了 钉好了 拉链装好钉好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里布拉链位把它套起来 这是我们这个里布的拉链位 这样打开 这是正面 这是面 再把我们这个拉链的拉开 把我们这个衣服的真面 对着里布的真面 这样面对面这样最好 最好从这上面把它扯下来 把这上面再起 上面再起 我们这边把里布放出来0.6 把我们这个里布这一边放出来0.6 从这里开始扯 我们这上面一截把这个里布放出来 到了这下面我们就可以把两片摆平 把它拉上去 这样就比较好吃了一点 嗯 把两片摆平 好 好 我们就套这个里布套到下面来 我们也是把它这个里布跟面部把它摆齐 里布跟面部的缝对好缝这样扯下来 扯到这个拉链这里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把它翻过来把这一点也把它套上 我们扯这边的时候也是把这个布跟 把它这样摆平 从这里可以扯 好 我们扯到这一边的时候也是要把我们这一边 这上面一截把这个里布把它放出去0.6 好 我们扯到这一边的时候也是要把我们这一边就上面一截 好 我们也可以在打边的时候把这边切掉0.6也可以 把它那时候把它切掉也可以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拉链位的里布把它套好就是这样 里布套好就是这样子 我们拉链位的里布套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里布跟我们面部这个上面这里把它拼接起来 我们扯到时候就是从这里开始扯把这个拉链 这样折 从我们这拉链这样 这是我们这里套好了我们这样打开 把这个拉链这样折好 我们这里放出来0.6就是我们这里没有靠紧这里 我们所以要把这里放出去0.6 这样扯过来就刚刚好 这上面就是一样大小 如果不放出去0.6我们这个里布就会大 好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里把它撤起来 我们撤的时候从这个拉链这里把它这样折好 折平衡 从这个拉链头上面把它开始撤 也就是一公分的地方开始撤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放这个尖带 我们在这上面放了这个尖带位 这尖带位 尖带位 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尖带夹在里面 这是我们这个尖带把它烫好就是这样 缝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厚片 就是我们这里 尖带位这里 这里我们有点味 我们这个面部这里也有刀头 我们这样把这个尖带把它放在里面来 我们放尖带的时候我们这个缝 对着放就可以了 如果是放夹穿这一边 我们都把它放夹穿一边 这样我们把它放在 把它这个打开 放在这里面 这样放 按我们这个画的实样器的这个位置 把它这样放好 放在这个顶位的中间就可以了 这样把它撤过来 就这样把它撤上去 就是这样的 这样把它撤上去 然后就要把这个放在里面 然后就要把它撤开 我们这个放在里面 这些是我们煎带位在这里 放在这里面 好 我们说到这个前片这里来 我们这里要有煎带位 我们就把它这样 把我们这个煎带这样 这样顺过来 不要放扭了 我们这样顺过来 我们这样翻过来就是这样 我们把它这样 对过来 这样拿好 拿顺 放在 这样拿顺 不要放扭了 一定要不要放扭了 我们这样顺着放过来 放在我们这里 这个煎带位的地方 这样放好 放在这个 使用线的中间就可以了 把我们放在这边 我们要把这边的这一根 也是这样 就这样顺过来 放到这边 我们一定要把它摆直顺 不要摆扭了 这样放在这里 放在我们这个使用线这里 有画的位置里 好 我们吃到这一边 拉链 这里也是 把它这样 摆平 把这个拉链这样摸平顺 撤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上面 这个把它米布跟面布 把它摆到一起 就是这样子 摆好了 我们可以把这里面的纸口 把它修小一点 修的只要留到0.6就可以了 把它这一翻 再把它修好 在我们这个弯弯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拿几个小剪头 这样翻过来 比较能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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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这个修剪好了 修剪好了就是这样 我们把它翻过来 把它翻过来 一定我们这个煎带一定不要扭 就是这样把它放好 好 放好了 翻过来 我们现在要把我们 在这个铁上面 也就是在这个里布这一边 把它压上边直口线 我们这样把它两层这样打开 里布跟面部这样分开 在我们这个里布上面 把它压一圈0.1的线 这样 就是这样打开 从这里 从这拉链头这里 我们从这个拉链头过来 三公分的地方就差不多了 三公分的地方把它这样 压上0.1的线 洗手倒倒针 我们压的时候 把这个直口把它扒开 不要让它藏一圈 一定要把它包翻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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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拿去把它整烫平整 把我们这个拉链位也把它整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裙子 这个把它拉链位也把它整烫好了 我们这里把它整烫平整了 我们再拆这个袋子这里 我们这个左右这里 有一条这个公主缝 我们这个袋子一定要左右是放一样 不要把它错开了 我们这里缝最好缝 这两个袋子要是一样长 我们这前片这里也是一样 把它这样 这两边左右这里要是一样一样宽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裙子这里把它烫好了 烫好了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夹底位这里 夹底位这里的腰结位这里 从这个夹底这里把这个腰结位这里 把它定到一起 把这个腰结位 我们从上面把它这样摸平下来 把这个腰结位把这里把它定下位 里布跟面部把它定到一起 我们定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这样摸平 把它这里 从这个夹底这里摸下来 不要让那两层多步 要摸一样平 好我们这把这个里布跟面部都定在一起 它就不会跑动 这边有拉链固定 就不用定 好这是我们这个衣服的里布 也把它定好了 把它整摊好了 我们这个裙子就把它做好了 好